好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那各位呢 你今天看到老師手上這一顆啊 我們今天第一個就要講這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蜂鳴器的部分 那你有沒有發現它後面有兩根腳 有 對不對 兩根腳 所以一個接地 一個接訊號線 那老師這邊呢 給你看一下 哪個接哪個都沒關係 嗯 好 所以第一個在這裡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跟各位介紹的 再來呢 這個 其實也可以玩很多齁 包括了什麼 你可以用 你要用聲控的當然也可以啦 我們上次用聲控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什麼 鍵盤的 對不對 這裡也可以用按鍵的 那你也可以用按鈕的 都隨便你 那聲音的 音樂的製作 它有這個虛擬鋼琴可以用 所以等一下呢 你可以比較快 好 當然它裡面也有內建幾個 待會我可以用 甚至怎麼樣 可不可以兩個人一起玩 可以喔 我們可以把兩個人串起來一起玩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要跟各位介紹 第二個 欸 光明電阻囉 光明電阻大家最常看到了 有沒有 像小夜燈啊 路燈啊 都有這樣的概念對不對 光線比較暗 它就亮起來 比較亮 它就自動關起來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內建在Smart裡面就有的 在哪個地方 在我們的右上角這裡 好 右上角這個地方 欸 這就是光明電阻 那它預設的角位 像這個齁 順便講一下 像我們家這個 開那個飲水機 上面就有一個光明電阻 有沒有 所以它就 欸你看 你看 這樣就叫省電奇蹟喔 哈哈哈哈 加一顆明明就叫省電奇蹟啊 反正它偵測到你那個光線變暗了幾秒鐘之後 它就自動把你進入省電模式 所以這樣叫省電奇蹟 好 那這個呢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介紹 其實它偵測到的這個數值 就是多少 0到1之間 0到1之間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數值來做判斷 來做判斷 好 再來還有一個 我們今天要用到的 這個超音波 有聽 你們 你們 常常用喔 太好了 所以 超音波會有幾個角位 四個 四個 那這個部分呢 不管是超音波或我們的那個聲波 欸我可可順便考一下各位物理 請問 聲音 這種天氣 傳輸比較快一點 還是 好天氣的時候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老師會問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老師會問還有沒有別的答案就知道 哈哈哈哈 我們用你們可能學過的 聲音在空氣裡面傳播比較快 還是在水裡面傳播比較快 還是在固體的東西 比如說牆壁比較快 哪一個比較快 蛤 三選一嘛 空氣 水 水 固體 對啊 那這種天氣 比較潮濕還是比較乾燥 所以 是的 是的 超音波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這些感測器都會受到什麼 會受到那個 傳進的影響 那這個超音波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總共有四根腳 除了電源跟接地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發射器 發射出去 所以我們超音波有兩個嘛 對不對 一個發射出去 一個怎麼樣 接收 這個 有沒有聽過 Echo 啊 你唱KTV 唱卡拉OK的時候 你們 沒聽到就說 Echo開到大 什麼叫Echo 對啊 回音啊 有沒有 對啊 這就是 接收的 就接收 所以它會有四根腳 所以我們大致上 今天會介紹這三個東西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好